双方一边OMD来到蓝色方 班人依然是仙灵女巫 露露 沙漠 皇帝 阿泽 而对面是冰霜 冰霜 女巫 立桑州 以及迷失加 娜尔 第三首 这个时候GGG下场了 你说他们还会班瞎子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但是他们也不了解 现在OMD他上的真名大约选手 到底擅长什么 就是Review的英雄池 到底有哪几只英雄 班人方面的话 刚才那把对面拿了卡萨丁 而OMD还是先说 把对面卡萨丁拿掉 那看一下第三招怎么班 上一把他们是为了 应对OMD的GoodGG 所以把瞎子班掉了 但现在来说 皇子这个点会不会拿掉 你觉得 其实现在如果他们后手选的话 他们应该可以 放了挖掘机 又是一手拿捷 但是秒场鞋的话 好自信啊 因为捷现在这个英雄 在打线上的话 还是和一些 很多英雄相比起来 不是特别的好打 就上一把你捏了个软柿子 卡萨丁 但万一这一把 碰了个硬 硬石头怎么办 关键是好自信啊这边 描索 看一下现在2144 他们会不会抢一个 ADC轮子吗 或者风女 或者抢一个中路或者上路 因为现在打野还有皇子存在 皇子 皇子 风女要不要抢一手 虾子 哎呀 他们直接把两个 现在应该说很强势的 打野全都给抢 这也是一个套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 看一下23手 格雷夫斯先拿 这格雷夫斯不一定锁 我现在还是比较期待 review现在该怎么玩 皇子跟下子被拿 然后挖鞋被摆 然后想一想 现在还有什么 堂狼狮子狗 堂狼狮子狗 Lulu Lulu这个点也是挺不错的 因为现在 暴女 暴女就算了 暴女碰到对面的 皇子像虾子这种 开团能力非常强的一种 还是不要考虑了 我感觉他这局要玩暴女 我觉得不会 预感 我觉得不会 我有这样的预感 赌一手吗 赌一手 赌一手是吧 好 输了怎么办 什么 这么很简单吧 咱们就把这话筒吃了 不啊 咱们的老规矩是吧 输了请你吃顿饭 好吧 OK 这个总价 你是觉得 超过25块钱 你这顿饭 我是真的觉得 他会玩暴女 你觉得OMD会用吗 对啊 就是OMD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太会 如果他们现在拿到杰 加上安妮 加上伦德妈 这个开团很强势的组合 他们的打野选择 应该会也会选择一个 能够突进的 狮子狗 狮子狗 长狼 都是一个挺好的 看一下这边 伊瑟瑞尔加上的 哇 这个下落组合 都把伊瑟瑞尔加雷奥娜 比较少见 雷奥娜的话应该是 配合这种爆发型AD 会打出比较不错的效果 但是你配合一个伊瑟瑞尔 但是他们现在 选出这个组合线上 就已经完全崩了 你这个线上 怎么和安妮 所以要不要换线 我们要关注一下 对我们看一下 OMD他是刚刚 刚刚上一场比赛的组合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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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 直接打我脸 今天晚上杀线小吃 可以可以 我已经说不超过25 没关系 对对对 柚子知道一句话吗 嗯 知道一句话吗 不知道 越帅的人预感越强 知道吗 好的 那这边的话 OMD是拿出了暴女打野 然后 在最后一首2144怎么选 他是同门师兄弟呢 直接 对啊 一巴掌甩我脸上 哎 我们看一下是要用黄指去打中路吗 其实黄指 哦 打结真的是一个挺好 对对对 打路呢 这个挺好打 经常用这个去打结 非常好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双方这一局的阵容 还是挺有可看性的 咱们赶紧进入第二场比赛 好的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2015年英雄联盟甲击职业联赛 春季赛 今天是年前的最后一场 比赛的第二场 对战双方蓝色 OMD红色 玩耀四色 OMD在第一场当中 以强开团的强势阵容 夺得了立场的胜利 那这一局依然 是拿出了暴女打野 结中弹 这个暴女是在这场比赛中 刚刚登场的T5选手review 现在如果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阵容来说 如果我很担心的 就是2144他们的下路阵容 我以为你很担心的是暴女打野 其实暴女打野这个点 你也挺担心的 等我再说 先说一下他们下路 EZ加上曙光女神 我们这个阵容 和对面感觉没得打 就感觉 第一我暗女在线上 我是根本就不怕你们两个的 是的 就算你日女 指我打我一波 我回身反打了 我反打你一日配合我 轮子妈的爆发 你们还要吃亏 然后现在我们说到暴女这个点 暴女这个点怎么说呢 他们现在这个阵容 如果用暴女打的话 他们会缺少一个 我觉得还是缺少一点控制吧 缺少一点技能上的衔接 因为暴女这个英雄 他因为现在如果打野的话 大多数是出AP的 是的 就是你会觉得 哎 哎 嗯 大树 大树要换线吗 大树 睡着了 不是这边 大树还不走的话 哦 又是那个套路 利用大树传送去蹲一血 但来的稍微有点晚吧 哎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来的太晚了 之前这个套路我们是见过的 就是四个人蹲下 拿到一血 然后上单牺牲自己 两到三个小兵 以及一个传送 去拿对面下落的一血 这样的话 这样是被对面看到了 而且他们刚刚是想帮下落 建立一点优势 是的 5.84的减CD 这边 自己的优势 是帐送点 哦 黄子带的十二物穿 然后零点 5.84减CD是插了一些减CD符文 然后 带了一点点的魔抗 还有护甲 关键是他的红色插的是十二物穿啊 看一下刚刚他一个 棋子配合平A 直接把杰给A掉了 五分之一的血 对 主要是那个平A 黄子的被动战争律动 在击中目标上会造成10%的生命值的伤害 这边杰也是不加无血了 怂了 没办法 因为线上打黄子就不太好打 而且黄子的消耗能力和杰比起来差不多 对 而且对面是个水晶屏黄子 黄子在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他那个被动 太疼了 太疼了 对 这边又戳到了 就只要是Q到你接一下平A就非常疼 因为下落这边E3被1倒 果然 还是被 柚子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因为真的就是EZ和曙光这个阵容打对面轮值妈和安妮 而且还是先候选的 是的就还是候选的 他还是候选的这个我就比较 我比较想不通了 我比较想不通了 而且还不换线 对 还不换线这一点是最骚的 而且我觉得换线不光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在打野方面 芒僧在换线上的支援能力肯定是比暴女强的 对 而且暴女现在如果让他们再安稳发育的话 暴女打野快打死了 暴女吗 刚才给自己奶了一口 然后打完石砖活了点血 真的刚才打野差点打死 我看到他左侧的小脸 反正现在被野怪打死也不会掉buff 是吧 也是聊以自卫一下 之前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刺杀3N打野的套路 就是因为这个责心 一击死一次 然后把人家buff偷了 这个套路其实路人局挺好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你玩3N去对面上路那个buff 然后打buff都是别磕血别交惩戒 先死一次 然后在死以后通过那个被动把buff捶死 然后回家再开始打自己的buff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双方下路的召唤师技能 在刚刚的情况下是 EZ的双招都交了 然后还是被对面的安妮给换掉 对 这就有点伤了 哎 来不双游 其实暴女看他们会绕吗 绕应该会等一下 绕瞎子 这个位置在绕瞎子 我们看他们的演做得非常的好啊 这样的话是 双方应该会绕去下路吗 看一下双方的 辅助和打野的动向 这样的话下载后面反蹲 如果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对OMD来说 哎 来了 但这个位置 后面小安妮和暴击过来 先运1C1C2 没进呢 哎呀要秒 还是被折队啊 还是被收掉 还是被收掉 然后闪现过去 QO身上回身莱昂大给他一个Q 还不错 这个位置莱昂大的血量很低 又被逼出了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 这一波2144是 非常亏啊 被击杀一个而且 打野和辅助的闪 闪现全都被逼的交了出来 是的 关键EZ又死了 这个位置对于EZ EZ来说现在有点伤 因为兵线可以被轮子麻轻松的推过来现在 杰在中路 皇子到达6G以后看一下 会不会找机会去跟杰刚一波 就是卡一个自己到6 杰没到6的这么一个timing 看一下双方的经验 杰还有一半多 皇子是明显比杰稍微会快点 因为兵线推的 杰推的兵线推的比较快 对而且皇子在6G的爆发 配合他的6P 点燃 也是能够基本上瞬间 把对面给打成 甚至击杀都有可能 哦 这不选择回家 也是身上没有不羁品了 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 Hawk在对线皇子的时候 选择了主意 老老实实刷线流 就确实是你 聪明嘛 这就是打得很聪明 其实有的时候杰没有必要 在线上给你pick你死我后 是可以选择主意在刷线的 当然主K会使你在 就是对拼的时候 伤害很高一些 嗯 看一下刚刚的刀妹是想 Q过去瞬间倒6 但是还差一个兵的经验 没有计算好 是的 刚刚他如果能够瞬间倒6 Q过去 一到对面的大树 然后大树刮加开W的真伤 可能会杀掉大树 直接能够击杀 哇 王子回家这个装备 哇 三长剑在手 这样的话 其实 这样这个装备 怎么说呢 他在6局之后 并不一定能够打得过劫 哇 这边大树 回家以后 直接买了饭盒 然后Eazer 是被压的实在不行了 所以补出双多蓝剑 但是西威尔这边不给活路啊 因为现在ADC被打出双多蓝剑 真是比较少 很少 而且双多蓝剑这个版本 越来越拖节奏 本身AD在下路通过补到获得的经济 就比原来长足来说平均少了几百块钱 对 然后你再补一个多蓝剑 就等于你差不多别人 就比原来的同一个时间 你要少个将近八九百块钱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 在选人这个点上 还是要加强一下 就是需要 希望R144能够更多的考虑到自己的阵容的同时 也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对 不要就想着觉得这个阵容厉害 然后就回一个圆身 可以拉着瞎子过来 德玛西亚坐坐而回来 W再闪现躲Q仪器合成 这一波的话是打出了杰的闪现 但也还好 日女在中 日女在中 说到刚刚那个点 其实我觉得像 轮子妈加安妮这个组合 有很多组合都可以很轻松的就 压在线上 把他们压了 风女女警 风女女警 对 就完全打线上不虚的 是的 这边暴女过来 哎呀没有先给到印记 对 这样追着打一套 还挺疼是疼是挺疼 对 看一下现在刀妹把线 他如果能够把线空在这里 然后 大叔应该会比较吃亏 但大叔完全没管他 直接回家了 现在已经比赛快到十分钟 八分多钟 第一条小龙 还 并没有人有什么欲望 想去击杀 我们看一下现在 在黄子和虾子是 入侵到了 南方的野区 是把对面的红buff给偷了 这样的话他们能够直接去下路干坑吗 啊 选择去回中 是的 看下接下来 看下接下来 应该是 阿尔利亚在补助妖光以后打大叔 而且之前炮你还过来 帮了一波给打回家了 阿尔利亚也不是很难过 对 看一下现在对拼上面还是有明显的 大叔伤害会高一点点 大叔这个英雄真的是 很赖啊感觉这个英雄 他那个回血太赖皮了主要是 对 下路的话 现在阿尼已经六级 直接草丛里面 对面依侦不敢出现 鲜瓜打招被一吸收掉 而且我们看现在EZ是没有蓝的 而且对面的辅助是在 阿尼有闪 对面看到了 其实现在他闪现大 感觉EZ会死啊 阿尼还是选择继续等 这样的话下路塔应该是能够推掉 上路的话 看一下现在是把对面ADCB回城之后 他们直接选择了开小龙 嗯 瞎子在这蹲 对想蹲一下 这样的话这小龙感觉要落入敌人当中了 哎呀 这一波的话 瞎子的抉择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妥 而且是好 是应该没有眼的 但是 刀妹是 很猥琐 而且兵线一直过来 再让刀妹发现 你现在是6级的状态 这波过来 抓皇子的话可能有点难 因为而且对面下路已经消失很久了 队友也为皇子打出了信号 看一下现在 哎呀 直接走过来 配合轮子买个大招 暴女直接一个闪现 W1Q直接秒掉 这样的话他们四个人 感觉中塔也要掉 直接把中塔给推掉啊 这边有熊的话 对面辅助来的话也没有什么机会 而且还有熊感觉中塔要掉了 关键是刚才 哎我们看这个熊现在会开盾 好萌好萌的 嗯 因为现在的安妮也是和以前比起来有一点点加强吧 我觉得 对 他的异技能 看怎么说 异技能本身的数值是削弱的 能够给熊用到 就他自己提供的数值加成是削弱的 但是 开异的时候熊也很开异 而且熊在开异以后 在0.75秒以内 会有一个300移速加成的异技 对 而且他的熊现在不会被冰给卡住 就有时候想用熊去A别人就很尴尬熊 卡在冰上面左摇右摆 然后才能走过去 所以 做一个老安妮来说控熊是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 就熊他伤害非常的高 你不要小瞧他真的 我感觉你在原来打辅助的好像不太喜欢玩这种 就安妮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刚被他比他给开发出来 就是我感觉你那会开团型辅助玩的不是特别多 你更多的玩的是那种 就杰拉呀 什么这种反手 杰拉也是开团的 就我看你反手型辅助玩的会更多一点 对 纳美啊杰拉什么这种 看下直接碰不到 秒闪现很果断 反好快啊 而且其实他刚刚那个闪现的位置 如果曙光他反应也快一点的话 应该可以直接一个大招把他留在那 这人逢生日精神爽 人逢生日反应快啊 而且这一把我们看OMD 他们三个人头全都是在下路爆发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柚子应该 作为职业生长深知这一点 就是在比赛当中你的专注度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专注度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 还有你的操作的反应能力 感觉刚才安妮这两场比赛 我们看到安妮这位选手就是 amazing啊 确实今天也过生日 反应非常的灵敏 对我们看一下现在 通时选择退在下路 然后我们看一下 曙光一个大招 是牛肚的对面两个人 配合一个闪现 安妮过来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现在刀妹是传送下了 安妮晕到了两个人 刀妹 哦还是 竖然还是选择着绑过去 夏子在侧翼 选择出进吗 其实夏子他刚刚可以选择 哦 结这时候赶过来了 一个大招 这个位置 EZ2也是必死的 但人头被轮子妈拿到 而大树也被收到 这一波应该是打了一个零换三 而且下塔也被推掉 夏二塔也应该会落入 OMD的狼中 因为现在对面的 黄子基本上 没有什么守塔的能力 是的 因为黄子这个英雄 如果他在线上 没有能够打出足够的优势的情况下 他就会面临了他们 这边没有什么倾线能力 对而且你不像一个打野黄子 你可以选择做眼时 去辅助队友 甚至出点肉 你是占了一个中路的资源 就一定要想得出 输出装 对因为你占了一个中路的资源 哇这一局感觉 2144现在又在节奏上 已经完全被OMD拖着打 现在经济已经落后了将近7000块 现在才14分钟 13 14分钟 对 经济有了7000块的优势 这样的话其实 好像整个赛季来说都很少见吧 14分钟有7000块的经济 关键是在S5赛季的地图改动以后 小龙一定不提供经济以后 这个经济差距已经很难很难见到了 6比0的人头比 而且各路均有优势 嗯 说起 其实我觉得2144 他们最大失误的点就是 选择 莱昂娜加上一个Etherail 连续两局感觉都是在BP的时候 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然后 义无反顾 没有他们是 义无反顾 别人已经选好阵容 别人把坑就是让给他 就是我就 我已经把下路 我把我的组合量给你看 然后让你来选择用什么打我 我选择一个 然后现场被你们完全打不过 这边虾子跟安妮挑逗的同时 安妮直接运到暴女 过来带印记 虾子被安妮点燃收掉 暴女这样一个跳 保修程度收掉安妮 但依然被暴女 越强收掉 哦 哇这样暴女是直接 暴女现在数据已经非常毫滑了 206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他有没有一定会玩二只暴女 你现在理解了 你让我说整场的情况下来 我觉得就是 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就是你要 就是下路的组合上面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他的心态上 你应该理解他为什么要选暴女 理解理解 对啊 我觉得各位观众应该也理解了吧 在这我们就 一方暴女我方暴女 哎呀你好 你好乌啊 这你都要说出来 没有就是 刚刚我觉得选手一点 你好乌啊 过分吗 其实这也不算过分 我觉得其实 在打比赛现场的时候 双方一个 这算一个友谊的互动 也算是战术中的一种 怎么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很对 这是战术中的一种 因为我以前在刚打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打线下的比赛 就双方就面对面 你就很难想象那个情景 就是第一次打比赛 然后别人一吼你 你不仅会紧张 而且面对的都是一些老油条 然后他们就 像什么笑笑啊 在现场上一直 用话语来 用语言来骚扰你 对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就相当于在NBA比赛里 我们发现 每一位伟大的球星 原来像乔丹什么的佩顿 他们嘴嘴的垃圾话都很多 他们会有语言 他们就记录别人 然后让别人的心态上 就有一点 哎这边深寒惩戒 先交影子 不过去 我们看一下杰他这个操作好 一个闪现 闪现 大招 大招 大招被踢回来 但是能R回去 哎 能R回去的 这一下的话 这一波操作真的是非常的秀啊 这一波操作 他非常的 哦 还是死掉了 这个故事叫什么 装装了 是吧 还想走 装了还想走 是吧 玩的牛 玩的牛 这个位置 艾伦利亚过去定座后面 狩猎已经开启了 哇 这一局暴女不得不说 其实经常会出现在我们镜头当中 嗯 那中路的防御塔也要被拆掉 刚才再回到那个话题 就是选手在现场嘲讽 或者说又严严去骚扰对方 我觉得又 刚才那点说的很对 就是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人品怎么样 或者说他们 对而且这其实是战术中的一种 对这就是战术 以及一种比赛方式 没有人会质疑 就说你这样是不是 哎 没数字啊什么的 其实大家 如果 其实我觉得很多选手 如果真的有这种机会的话 都会 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对就 来让对面 头脑不清醒 在我们这个电子经济这个圈子里 也有一些选手 因为在比赛中 比较愿意嘲讽别人 或者说就是说 比较愿意用语言去骚扰别人出名 但这些人其实在现场上 都是人非常好的人 就是他们 对 其实 人非常好 你要说一个代表吗 就像DOTA的那个 XB XB 对老队长 怒吼天真 对 我觉得 没有必要过多纠结这个吧 但是 怎么说 回到这场比赛 OMD现在的经济优势 已经大到了 1万 18分钟 1万的经济优势 哎 这一把打下来 完全 完全 嗯 真的就是 碾压了 是的 而且我们看看 现在双方 装备上的差距 1D就一个 三项 把轮子 基本 轮子 马蚁金 快领先了1D一个大剑 而且双方 不管是在上路 中路 打野 装备上 OMD都全面的领先 没错 那这一把 21414想找一个翻盘点的话 很难 很难 嗯 我觉得你还是不用 去费尽心机找这个 我告诉你一点最简单的 他们没有AP 对 就他们连AP英雄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 经济方面的差距 每个人平均都有2000左右 甚至在打野有3000以上 然后打野3000多的经济优势 3000多多了一个帽子 对 什么概念 然后他们在中路上 也有1000多块的经济优势 AD上APC上是有2000多 2400块 辅助上也是有2000块的经济优势 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优势 情况下 OMD其实他们完全就 现在已经打得了 可以弄起来了 就秀起来了 不要太多的去纠结一下 我觉得连着两局OMD都使用了这个 安妮正义荣耀加西威尔狩猎的这个套路 确实很不错 如果各位朋友愿意在自己打牌位的时候 跟自己的机友进行双排包下路的话 这个组合你们值得尝试一下 因为正是一个不光自己能够打拳手 还能带着队友一起打拳手 其实这个组合还有一些弊端 就是打线上的时候 很容易被女警跟别的一些刀 就容易被一些手长的英雄给counter 我觉得这样吧 疯女搬了吧 女警就搬了 是吧 这样的话 那你下路打着打着队友都崩了 好 皇子终于在回家之后 做出提亚马特尔 伊兹瑞尔现在二十分钟的一把三向之力 显得稍微有些苍白武力 现在 这一把大招 泪在开 你干嘛 叫我干嘛 看一下一个EQ配合 队友 双海还是不够 黄子卯修成怒想要秒 但是没能秒到安妮 轮花在中路 大招配合大妹 在这边疯狂的输出 大树是已经被留下了 然后 大妹是在前面 在那留人 就是闪现 A配合大招 直接击死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刚刚那一波团在打下来 明显就是 就是2144这边伤害不足啊 他们的中路一个中路 秒不掉对面辅助 秒不掉对面一个辅助 这样的一个伤害情况下 其实这把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能够结束掉了 现在244还在坚持 刚才我觉得黄子跟梁耀娜的那个表现更像是 我们在面对排位赛无力回天的时候 选择抓住对面一个最跳的人猛打 当然大家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抓住暗地猛打 我跟柚子是知道的 再次也就无需多言 现在大龙也已经要刷新 大龙已经刷新 小龙也已经快刷新了 在刚刚回去一波补给之后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在打完小龙之后再打大龙 Amazing又藏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Mailing配合队友 应该是在刚刚对面视野情况下 看一眼 看一下刀妹的位置是要碰到了 一个QQ到 但现在这个刀妹他不可能踹上来了已经 对 而且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是应该选择要打大龙吗 在你就是原来在战场的时候 你会轻易选择投降吗 还是说无论多大烈士你都要打下去 其实这个点怎么说呢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投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表现 就是放弃了的表现 放弃了的表现 其实当一场比赛 就像这样差距已经非常大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这样打下去被对面投稿影响自己的心态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在BO3的比赛当中 如果你第一排赢第二排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还是先 要坚持一下吧 对先坚持一下 如果是BO3的话 对如果说 在联赛当中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 没有必要 对 怎么说没有必要让对面这样羞辱 不是羞辱就是说 这样会很影响你的心情 或者影响你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 以及你的生活 对 但是 你的生活都来了 不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生活可能就是这些就是 生活就是游戏 生活就是比赛啊 对啊 我觉得幼子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间段 就是你的生活就是训练比赛 然后 对很长一段时间 你可以比我更强 那你一定没有我努力 哈哈哈 是吧 哎我必须黑一下 啊 我没黑你啊 我没什么 我什么时候黑你了 你看 看一下现在 直接推下路 对面是没有任何要打的意思啊 哦又来了又来了 这一大招直接秒掉了对面的 瞎子 然后大树想过来反击一下 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这样的话 中路防御塔啊 随着枢纽防御塔 面前迎来的一波超级兵 两座枢纽防御塔也要被收掉 这样的话 这样一波下来 基本上就积极了 二十四分钟 有将一万八的晶级优势 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 恭喜OMB在本场比赛取得胜利的同时 成功来到小组赛的机会